最近一位在韩国的中国女留学生在中国抖音上面火了 原因是因为她在韩国上课的时候 让她的同学帮她录下了她爱国的一瞬间 因为韩国老师在课堂上面在介绍西藏的时候 翻译的英文是Tibet 也是最官方最正确 也是国际认同的一个翻译的方式 可是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来 中国的民族教育、洗脑教育 中国女留学生硬是要韩国老师 要用现在的汉语拼音去翻译西藏 要翻译成西藏 所以这个老师也是一头雾水 这段画面她就让她的同学拍下来 发到了中国的抖音上面 一下子她就火了起来 然后韩国老师也被中国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她的韩国老师也被中国网友集体痛批入华 把西藏叫做Tibet 身为中国人一点而不能忍 但是她的 大仁 高抖一张 大仁 我们现在得到 了解 你不能忍补 啊新鮮一額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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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好了 那我是不是 那我可以 發送後 好 OK OK 我明白了 明白嗎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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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 看了一下中國網友的反應 大部分都是在骂这个韩国老师是故意的 是想羞辱中国 说他分明就是入华的行径 所以他在中国的抖音上面 有很多人支持他 抖内赞助 然后他现在粉丝也一路飙升 所以说他当初啊 让他同学帮他录下这一段爱国的行为呢 也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操作啊 真的懂得怎么去赚 这些国内的爱国的这些流量啊 让这些小粉红这些人矿韭菜 骗得团团转 其实呢Tibet它就是个正确的翻译的方式 我们看了虽然说大部分网友都在骂这个老师 或者是点赞这一位爱国的中国女学生 但是滑了很久 还是有些明白的人 就是比较客观一点的人 那我们有看到一些中国网友留言说 我记得我在高中英语书本上 西藏也是Tibet 我在中国念书的时候 西藏的英文也是Tibet 就是官方的翻译 就好比比如说香港 你不能叫香港 那在中国翻译香港也是叫Hong Kong 对吧 就跟这个西藏 官方的翻译叫Tibet 国际认同的这个Tibet是一样的 它不是什么按照汉语的方式 去翻译成Tibet 那个西藏 那个就完全是两码式 为什么西藏翻译叫Tibet呢 因为每个民族有自己不一样的语言 西藏它是藏族人 它不是汉人 你用一个汉人的名字来翻译它 那你这样翻译的话 那美国的所有的街道名字都不要叫英文的了 直接改 直接改成汉语 对吧 纽约叫New Year 对吧 用中文去称呼它 你觉得这样合乎逻辑吗 对不对 其实在美国 就像我现在住的城市 洛杉矶 旧金山 它的这些翻译 其实都不是英文 都是它原本的语言 就是西班牙语 因为以前这边算是墨西哥的吧 墨西哥是讲西班牙语的 那美国人有没有这么玻璃机型 不能用那个外文 不能用其他的语言 不能用西班牙语 我们应该要用英文 也没有啊 一直到今天 那 洛杉矶就叫Los Angeles 然后旧金山叫San Francisco 很多这些西班牙语的 这些名字一直沿用到今 对吧 为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这么越来越玻璃心呢 对于西藏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少数民族 其他民族的语言 为什么一定要用汉族的 这个翻译法 汉语去称呼它呢 这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嘛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很多中国人不太懂 为什么西藏的英文是叫蒂北 这很简单 因为西藏它就叫蒂北 就算这个中文翻译出来叫西藏 很显然它也是我们汉人去称呼的 因为它是我们称呼那个地方叫藏族嘛 然后又在西边所以叫西藏 显然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它原本的名字 而是在汉语里面称呼它为西藏 所以就连中文的西藏 也不是西藏本来的名字 西藏本来的名字就叫蒂北 我们看一下历史记载 就很久以前 突厥人和蒙古人称藏族为土伯特 在元代经阿拉伯人介绍到西方 慢慢就因译成了蒂北 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 大部分中国网友都是在酸韩国 说韩国以前那不是叫南朝鲜吗 首都应该叫汉城吗 这个老师分明就是入华吗 这个女生太棒了 为这个勇敢的中国女孩子点赞 那另外还有一些中国的大V 中国的一些历史的爱好者 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有人就说到西藏从Tibet改成汉语拼 西藏是对的 Tibet是台湾的叫法 就比如我们拼音翻译成台北应该是台北 而台湾非要搞特立独行 叫什么台北 我真想说什么配 你们配做中国人吗 台湾人也没说自己是中国人了 他们本来就不会做中国人了 因为他们配做台湾人了 所以你这又在侧面的印证了 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因为他们不配做中国人嘛 你们这些小朋友这些韭菜这些人况 才配做中国人嘛 而且还说了此生不悔入华下 来是还要做中国人 对吧 你们是最配的 还有他一开始都说的什么Tibet 是台湾的叫法 所以你们小朋友认为 中国一些地方的翻译跟你们不一样 那就是台湾在搞鬼 刚刚已经介绍过了Tibet 就是西藏人自己最原本的藏族的语言的叫法 而汉语拼音的西藏 或者是汉语西藏都是我们汉人去翻译 去指称的 而不是他原本的叫法 所以这个跟台湾的翻译也是无稽吃谈 那台湾叫台北不叫台北 这个也是因为台湾跟我们是两个国家 他们采用的拼音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就像台湾现在用的输入法是注音符号 而拼音呢 则是围头码拼音 这个韩国老师很明显是存心的 就像香港明明是中国的一部分 外国去喊香港 而不是香港 所以大家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香港很多人不爱国 就是被外国洗脑了 以为有个洋气的名字 就不一样了 就了不起了 还有人留言说 外国人坏得很 如果我们中国人也那么坏的话 首尔早就该翻译成汉诚 台湾该翻译成中国台湾 这名字霸气 听上去感觉台湾经济都变好了 现在中国经济烂成什么样 台湾经济都变好了 不要说中国的高楼大厦就代表经济很好 那是用人民的血汗钱 那是用人民的烂尾楼的钱 那是用中国庞大的13亿的韭菜的钱堆起来的 对不对 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过成什么样子 中国经济好 不是看上海 不是看每个大城市的那些高楼大厦 我们接着看这位中国人留言说的 他说台湾应该翻译成中国台湾 这名字很霸气 听上去感觉台湾经济都变好了 总结 这次韩国入华事件 其实就是这个老师想要给韩国学生洗脑 不过反被我们国内网友宣传 首尔曾经叫汉诚 而韩国曾是中国的番薯国 韩国老师丢脸丢到自不量力 搬石头扎自己的脊梁骨 那另外我也看了一下中国的很多网站 基本上很多网站都是翻译成Tibet 连中国自己都承认西藏就叫Tibet 甚至连中国的百度百科也叫Tibet 虽然说他现在也加上了汉语拼成了西藏 但是中国的百度百科上面都有西藏的英文名叫Tibet 小粉红真的是这个玻璃心也不知道是从哪里而起的 还把这个录下来 还被传到了这个抖音上面 这个只能说反向让我们这些人看了就是个笑话 还说韩国老师这一顿操作自不量力 反而是班级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网友说是班级石头砸什么 砸自己的脊梁骨 所以这些网友一天变了一个花样 今天说台湾班级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天说韩国班级石头砸自己的脊梁骨 那后天又说日本班级石头砸自己的什么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其实我们都认为留学生出国到其他国家就应该尊重 包括我们应该是去学习知识的 而不是去抬杠的 而不是去逼着别人去认同你的价值观的 而且这个也是提笑皆非 连中国自己都翻译成Tibet 仅仅是因为中国这些年轻人 尤其是进行的这些洗脑教育的加强 让他们这个内心的玻璃心 还有那种自卑 他们把这个自卑变成了一个自豪 其实这些都是内心的自卑 假如说一个美国人 你今天去到了国外 美国人去了国外留学 他听到其他国家在讲美国翻译什么 美国人绝对不会说 我们这里应该叫翻译成什么 我们不应该那么翻 然后去逼迫别人要认同你这种价值观 这个就很显然说明了 内心自卑 如果你真的自豪 你完全就不care这些东西 你完全就不在乎别人怎么去议论你 因为你足够强大 你足够自豪 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侧面里就印证了 这些中国小逢 这些人框 这些韭菜内心还是很自卑的 另外这些做法也是不太道德的 你目前的台湾观众 你们从小接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吗 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件 欢迎在留言区 来一起跟我们留言互动分享 拜拜